我们叫南河港的一个港道 那它在过去是呈现的 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瞬间亲眼就看到过去的一个景象 台南昔日的古河道五条港 导入5G科技 在莫广丁AR时光文旅中 重现当年的历史风貌 还有VR孟茴普罗明哲 带领民众穿越时空 可以多人同游荷兰时代的赤坎楼 重回普罗明哲城 普罗明哲城就是我们现在的赤坎楼 这个作品是要呈现出普罗明哲城 在荷兰时期也就是三四百年前的样貌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亲自的去回到这个城里面 好像就是时光穿越一样 台南古军创新文化科技实验场域 坐落在台南文创园区的5G创新文化科技实验基地 邀请十多组实力坚强的新创团队进驻 设置五组文化科技开发的测试项目与内容 展现5G文化科技产业多面向的运用 我们尝试在台南四百年前透过这种文化科技的思考 然后将我们台南丰富的文化内容 内容科技的方法来进行转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透过不管是AR VR或者是XR 能够做一种这个回到过去的时光 甚至于是那个虚实对比的这样子的一种效果 台南市府表示 5G创新文化科技实验基地的启用 要让民众能亲身体验 台南在地文化与5G科技相融合的崭新风貌 并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新厂两台电视 史金旺林佩云台湾台南报道